安平的前面 又是大一段 其实是适合尤丹南市政府 在这里鼓办到地匯 三次AI技技能創意警察 来做的专台各地 包含的李德总共145队来报名 参与的规模是历史以来最多 它就是根由不一样正的技技能 是它就更好到更中到更中的学生来創作 之前我们的导师有叫我们 就是之前在上电脑课时 我们常常就是会写程式那样子 然后老师觉得我们可能没有前提 所以不带我们来练习 因为上次也有参加过类似的 然后就觉得这次的比上次的比较难一点 所以就很紧张 对 他今天我们拿专门到华东行中 拿学生朋友来加油 他来说 欢迎看得起来比赛 有很多人来参与 现在这名说 在南市推动到地匯 三次和科技交友对孩子是有性格的 这个智慧程式的教育 还有我们机器人 还有一些AI科技 是无远伏借的 没有什么城乡的区别 只有努不努力 学不学习 透过网路你可以获得很多新的知识 所以说不管是你来自比较偏乡 或来自外岛的同学都能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然后很欢迎大家一起来 能够共同体验AI的新时代来临 那也要做好准备 要看到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们 就知道他们真的是很厉害 他这回合应到两下国影响发展的目标的企定 结合健康和好利 以及影响生育和清晰水族完整概念 让参赛对后来设置了极其人 借由比赛不用得核心的这个输客 与这运算思维的领略 这也是顺客说做用上的这个古特典型 今天新闻综合报的